国家改革开放的过程中,香港积极参与其中,从初期大批港商衰先到内地市场,到把资金、技术和经验引进内地,到后来转型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拓展业务的重要平台,协助国家连接世界的市场。 上个礼拜,我率领一个160多人的庆祝改革开放代表团访问北京,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会见我们,充分肯定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,我们都感到非常鼓舞。 而香港也受位于祖国腾飞,在国家的支持上共同发展,共享繁荣。展望未来,我们会一如习主席会见我们时提出的希望,继续抓紧国家发展带来的各种机遇,利用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,与内地各个区域加强合作。 。